原标题 一年只用一包卫生机 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主持人以外 央视还有一个主持人 曾经也和董卿等人并列 地位知名度都很高 他叫曹卿 是央视的前主持人江苏人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刚开始只是一名普通记者的他 套着自己出色的个人实力 采访的对象都是各国的重量级人物 得到了领导们的肯定和认可 可以说前途无量 然而在事业最巅峰 那时候却选择了结婚 放弃了工作 结婚的对象教徒中恒 是一名家产雄厚的医生 在别人看来 放弃事业追求爱情 他应该很幸福吧 然而在结婚后不久 他却将自己的丈夫告上了法庭 在法庭说自己被长期虐待 长期吃过其食物 甚至一年只能用一包卫生机 并且他的老公没有生育能力 事先不知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